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但是呢 像山藥 就是也不是食物吃 因為有的人會 對山藥的免疫會過敏 把它煮熟了以後 再來吃 會好一點 所以以上這些食材 大家多注意一下好不好 來 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症狀 來 症狀一 工作一整天沒有禁止 有過的情趣派派 連媽媽比例都這麼高嗎 對 來 某君媽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忙小孩 然後就是忙忙忙忙完她之後 自己也過那個餐期 自己也不餓了 然後就忙忙忘了 就想說算了下一餐再吃 難怪那麼瘦 你看 沒胖過 對不對 但漢可媽 妳不會啊 妳的身材 對 上班的時候就邊講電話 邊打電腦 然後一面吃 一面罵老闆 然後下班的時候是一面罵小孩 然後一面餵小孩 然後自己一面吃 老公回來再罵老公 對 我覺得吃飯吃到一半 吃飯酸水就會湧上喉頭 然後我聽說 才不會嚴重 才不會嚴重 我變小孩又來不及又吞下去 所以我就覺得我會有一點那個 胃病滿嚴重的 來 再來第二個 包包裡面一定有止痛藥 有的 請舉牌 女生很容易 女生一定會啊 為什麼 很多種止痛藥 胃可能也會痛 身體痛啊 身體痛啊 身體也會膜啊 頭痛 對不對 因為現在的止痛藥 它其實什麼痛它都可以治嘛 所以你就習慣性的 然後就會放一兩包 那會很常吃嗎 我其實有的時候還是 因為有時候你工作起來 因為你不能胃痛 然後就或者是不能生理痛 所以你知道有一點點症狀 你就會顯示 你就先吃 而且我跟妳講 有的時候他們還說 止痛藥不能等痛了才吃 你要先吃 預防性的 對啊 所以 變成說你會怕痛 所以你就想說 那我就先吃好了 那一痛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對 所以優玲你有可能一個月 吃到個七天十天的嗎 如果我的 身體痛加上胃痛加偏頭痛的話 有 有啊 這個比例算高咧 那就是同一種的止痛藥 什麼都可以治 我不知道 但是有一次我很嚴重 半夜生理痛 然後我吃了那種加強錠 它是那種有酒精類的 所以很容易吸收 我半夜就吃了一大顆之後 生理痛不痛了 換胃痛 太強了 對 連續痛了大概三十 還是那天晚上 你有跟小鐘去喝高粱 沒有 沒有 就是那種酒精類的止痛藥 因為好像止痛藥有分吧 就好像有分專門治 哪一種 還是傷肝 對 然後還有什麼 生理痛 因為上午去買過 然後我就說什麼生理期 然後就很痛 他說你吃那個止痛藥 那個要半個小時 然後才會吸收 他說那你吃那種粉狀的 比較快 就比較快 好像有分這種 而且吃止痛藥 最好還是先吃一點東西 否則太空腹的話 那又是直接藥進去 哇 胃痛又來了 三個 習慣邊吃飯邊工作 這個一定有 都有了 都有了 看電視也算嗎 對啊 看電視算工作嗎 還好 看電視聊天 像我有一天就是 三個都有種 就是一整天沒有吃 我到下午 四五點才吃的第一餐 然後呢 所以晚餐就沒有吃 然後就覺得 有點不舒服 然後吃了止痛藥之後 又講電話 然後又工作 然後到晚上睡前 肚子餓了 家裡只剩下一顆粽子 而且還是 那顆花生粽 我就想說 粽子幾乎都有花生粽 沒有 那顆是菜粽 裡面都是花生 然後 然後我就想說 真的有點餓 算了算了 那我就吃了好了 一吃想說 怎麼這麼好吃 我就吃超快 我十分鐘就把那顆菜粽 全部客光 有沒有連那個外面 葉子都吃掉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沒有 而且我就坐在客廳 就這樣 就在那邊這樣 就這樣邊吃邊看電視 哇怎麼那麼開心 然後吃完就這樣攤在沙發上 我就這樣攤著 我覺得真的 今天真的太完美 我一攤 不得了 十五分鐘過 我肚子超痛 痛到我整個臉是白的 然後我凌晨兩點多 就掛急診 天啊 在急診室我痛到一個 然後又是打點滴 然後又是什麼的 然後就幫我推進去 照那什麼光 他說你整個胃裡面 全部都是滿的 都是粽子 就是一整天 滿什麼糯米 對就是 反正他就說 我整個胃已經就是 被我弄壞 因為我可能就是暴飲暴死 什麼的 然後我就痛到一個不行 我那天凌晨五點才回到家 這三個中和下來 到底會引發什麼樣 一個症狀呢 來就是 現代人經常會有的 胃潰癢 胃潰癢導致的成績到底是什麼 到底為什麼啊 其實現在觀念都改了 以前就是說壓力等等 還是要刺激性的食物 現在都是幽門感性 以前胃潰癢癢癢治好了以後 經過一年追蹤 80%就復發了 經過兩年追蹤 100%復發 現在合併治療幽門感性以後 一年追蹤只有20%復發 我們台灣人 五成五都有幽門感性感染過 那麼多 所以將近一千萬人 但是只有少數人會一再感染到 變成胃潰癢 了解 所以事實上 目前就是幽門感性可能是佔一個 很重要的角色 有一些什麼 胃食道逆流 胃發炎 這個會不會是 胃潰癢的 第一期嗎 以前是這麼認為 有人認為胃炎 更進一步就胃潰癢 因為胃炎在表層的聯盟 胃潰癢已經伸直到下面的肌肉 就這樣子了 現在認為是說 你有幽門感性感染的話 比較有機會到內層去 幽門感性從哪 幽門感性的話 其實跟人家調查結果是 它有三種傳染途徑 一個就是口對口 因為幽門感性 打嗶也會啊 也會 打嗶也 得到胃潰癢被人家笑死了 哇 這樣以後誰敢亂背 我打嗶也 我打嗶也有給我 就這個 所以你胃食道逆流以後 就會到口腔來 它會寄生在口腔裡面 一般來講是 混口傳染 就是食物不乾淨 這個飲水不乾淨 排泄污染你喝進去了 所以要吃乾淨的 還有一種情形就是我們中式的 在澳洲 這幽門感性是澳洲人發現的 他得到諾貝爾獎 去調查澳洲的中國人 跟澳洲人的比較 西方人 中國人會得的比例是 60% 澳洲只有30% 他後來去研究 發現筷子 我們沒有公塊母食 而且特別是 我們喜歡用竹塊木塊 上面會含氧水分跟口水 你去再加食物的時候 就會破產出去了 所以家族性很明顯 爸爸媽媽有小孩子可能就會有 第三種途徑就是最倒楣 就是胃腸科醫師 胃腱做完以後 沒有好好洗手 吃東西 結果調查起來 胃腸科醫師 由我們感情特別高 通常有胃潰瘍的人 也會有胃炎跟那個 剛剛講的胃食道膩油嗎 通常都是一起的嗎 有人去做研究 發現這個 十二指腸潰瘍跟胃潰瘍 十二指腸有90%的 會發現幼門感菌 胃潰瘍有80-90% 胃炎的 嚴重性胃花炎的 也有90%會有 所以事實上 這幼門感菌是蠻重要的 厲害 有什麼症狀呢 如果胃潰瘍 胃潰瘍就是 最典型我們在臨床上是 二會痛 當然你各種時候也都會痛 可是你解大便 像這個薄油顏色的 很黑很黑的顏色 那就胃出血了 那不會痛 因為胃出血的時候 把胃酸中和掉 所以你反而不會覺得痛 但是你看到大便是 黑的趕快去掛急診 了解齁 但是幼門感菌 是很好治療的 因為目前三合一的治療 甚至只吃一個禮拜 就會有90%的治療效果 有沒有這種得了胃潰瘍 然後最後他嚴重的程度 是超乎我們想像之類的 剛才您是有提到一個東西 就是他在出血的時候 你不一定是會疼痛的 所以之前有一個 這個案例不是台灣的 他是中國的 那個人他怎麼樣 他是一個年輕的女生 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有潰瘍 或者是他一直忍痛 因為就像剛才 很多人就是不會痛 就吃止痛藥 就覺得沒事了 那他就覺得沒事 他也從來沒有注意過 他便便的顏色 結果有一天他被緊急送醫 他緊急送醫前一天是 他不知道他就開始大嘔吐 然後送醫的時候 大概不到一個禮拜他就死了 那他的死因叫做 這麼嚴重 就是他已經默默不知道 失血多久了 他沒有反應嗎 潰瘍到一直流血 對 他是失血性修課 我阿公也是這樣子 他一開始 因為以前鄉下那個馬桶 是斜斜的這樣下去 直接倒下去的 所以他幾乎沒有什麼去注意到 那時候就是花座的時候 就是吐血 大量的吐血 真的第四天還是第五天 就走掉了 其實胃潰瘍還會致命就是胃穿孔 對 那是胃潰瘍之後更嚴重了 對 跟穿孔出去的話 會整個護抹炎 整個污染到 其實這個出血 有時候你不會發現 有時候不一定有黑色大便 像我們老人家 還是說婦女停經以後 不明的貧血 我們都會一直查 有的都是胃癌 真的 對 不明的貧血 有的是大腸 有的是胃癌 那你這樣想 有的人就很緊張 那現場大家有的緊張 胃都不好 沒有高危險 沒有 幾乎每個女生都有一點貧血 幾乎每個女生都有一點貧血 我覺得好像有全都中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去身體健康體 的時候每次照胃鏡的時候 我最怕這個 幾乎每一次都有胃發炎 每次要那個 他就說他肚子痛 媽媽就覺得 你一定是不想上課 所以肚子痛 所以他就一直累積 認為他在逃避 對 所以醫生看著說 好可憐才9歲 那個胃裡面就破 這樣子都是破皮 止痛藥也要少吃 因為止痛藥也會引起胃虧 可是常常我們看那個 止痛藥的廣告 他說不傷胃喔 但傷肝